接下來也是一個問題 也有人考過類似的題目 帆船要靠風吹 才會動 那我如果在船上 裝一個電風扇 對著帆吹 我的帆船 會不會跑得比較快一點 然後為什麼會 為什麼不會 你覺得 來我們要找可愛大帥哥嗎 可愛大帥哥叫做 三十 三十啊 答案就兩個 一個會一個不會 但是你告訴我為什麼會 為什麼不會 會因為有風 不會因為風不見 會為什麼會 你們說 不會 我們扣掉中間的空氣 不要理他 電風扇 施力給反 在船上 向前 反給電風扇 反重力 向後 在船上 所以他的重力跟反重 在同一個物體上 兩個底調 就不會 然後呢 像這樣 他這邊有一個電風扇 然後呢 這樣吹 然後刺子會往前跑 因為風丟向後嘛 反正就向車往前跑 然後下馬上放到板子 然後對著板子吹 然後下馬上放到板子 然後對著板子吹 我會動 不会动 就是我们跟你讲 底消掉了 流言终结者有拍过一次这个 他拿了一个非常大的板 非常大的地方吹 结果那个船有一点点动 后面解释了 因为他那时候 某种那个布啊 什么关系 所以那个有一些分立在那边 所以会有一点点的动 如果他像这样的 用个硬硬的板在那边 他是不会动 全部都会底掉 他是不会动 OK 所以这些有人问的问题 问说这样子可不可以使 船变快一点 答案叫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他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在同一个物体上就底掉了 等一下讲这件事情 等一下讲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在同一个物体上的事情 OK